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凤风就是一个急性期 一个缓解期的治疗 咱们说急性期原则上不要用降尿酸的药物治疗 急性期要用非灾体类的解热阵痛药 缓解疼痛 把肿消了 如果实在不行 还可以用激素秋水先减 首选应该是这种像福塔林这类的药 使它疼痛缓解了 急性期缓解了以后 咱们再用降尿酸的药 所谓缓解期治疗就是降尿酸的治疗 凤风最常见的就是突然脚趾都疼了 疼得莫名其妙的 尤其年轻人出去吃喝不注意 喝啤酒 吃羊肉串 吃牛羊肉 海蝉米 吃完以后 突然不管脚哪疼了 或者膝盖哪疼了 或者关节肿了疼了 这些都要想到适不适